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近期新闻中的几个关键点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在华盛顿的集会上 牧师舍A.A.Chan将特朗普与圣经中的耶护王相提并论 这种暴力叙事引发了专家的担忧 可能会激励支持者采取极端行为 尤其是在特朗普面临失利的情况下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北卡罗莱纳 这个州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成为了重要的战场 随着飓风海伦的影响 选民的参与情况变得愈发复杂 当地居民对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反应感到失望 导致紧张局势加剧 选民的情绪也在不断变化 最后副总统哈里斯在面对特朗普的挑战时 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引起选民共鸣的有利信息 虽然他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 但缺乏明确的愿景可能会影响他的竞选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近期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广场上 福音派牧师扯A.A.Chan 在一场以百万女性为主题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声称特朗普是圣经中的耶护王 而卡玛拉哈里斯则是耶喜别的化身 呼吁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胜出 这一类比源于圣经中 耶护王通过暴力手段处置耶喜别的故事 专家们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这种宗教语言可能会激发信徒的暴力倾向 尽管A.A.Chan和其他组织者强调 他们的意图是进行精神上的战斗 而非身体上的对抗 但在激进的政治氛围中 这种模糊的语言可能会被误解为号召暴力 悉尼晨报指出 北卡罗来纳州因飓风海伦的影响 而成为选举的政治焦点 飓风过后 一名持枪男子威胁救援工作者 反映出当地对政府救助的不满 随着民主党在该州的支持率上升 尤其是在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中 选民的投票热情也在增加 然而灾后恢复的艰难 使得许多受灾者可能难以将投票放在首位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专家警告 受灾地区的选民 可能对选举的参与度产生重大影响 而特朗普和哈里斯两位候选人 在该州的竞争也变得更加紧张 悉尼晨报 进一步分析了卡马拉·哈里斯的竞选策略 指出 尽管他在接任总统候选人后 曾受到广泛关注 但目前的选情却显得不乐观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似乎过于依赖社交媒体的宣传 而忽视了向选民传达清晰 实质性的政策愿景 相较于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哈里斯需要明确他的立场和目标 否则选民可能会对他的竞选产生疑虑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必须迅速调整策略 确保能够有效地吸引选民的支持 Yahu!US报道 民主党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将在周一晚上回到密歇根州 参与奥克兰线的竞选活动 与共和党前众议员利兹 切尼共同出席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于周六宣布 哈里斯当天将与切尼进行一系列的对话 切尼因反对特朗普 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与其决裂 并在国会认证结果时 认为特朗普在1月6日的国会大厦袭击中 发挥了不当作用 切尼已在今年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 他们的讨论将涵盖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旨在争取主流共和党选民的支持 奥克兰线是密歇根州第二大线 近年来倾向于民主党赢得大量郊区选民 对哈里斯赢得密歇根州至关重要 在另一篇Yahoo US的文章中 哈里斯再次对共和党对手 特朗普的试任性提出质疑 引用报道称 特朗普因疲惫取消公众活动 哈里斯指出 作为美国总统的工作极为艰巨 如果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感到疲惫 那么他是否适合担任这个职位呢 尽管特朗普的团队声称 因日程冲突取消了一些活动 但他仍然在友好的保守派媒体上保持露面 哈里斯在竞选的最后阶段 试图强调 特朗普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不适合 甚至发布广告警告说 如果特朗普连任 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和不稳定 在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讨论中 Yahoo US指出 该州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蓝领工人依然支持特朗普 而因罗伊素维德案 被推翻而愤怒的白人女性 则倾向于哈里斯 两位地方专家讨论了各自候选人 争取相同选民的策略 以及各自需要关注的地区和人群 哈里斯的团队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地面活动显著 设有50个协调办公室 和近400名工作人员 而特朗普的团队 则依赖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两位专家都意识到 选民的投票率 将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特别是在民主党选民的投票参与度上 美联社报道 亚利桑那州的选民 在高房价和有限前景的影响下 感受到美国梦的残酷逆转 卡尔 彼得森和他的妻子 在过去9年中经历了 从625美元到1800美元的租金上涨 尽管他们努力存钱买房 但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 彼得森对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 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都表示失望 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关注中产阶级的困境 在这个国家财富不断增加的背景下 许多人却感到被抛在了后面 彼得森甚至考虑离开亚利桑那州 前往印第安那州或威斯康星州 追求中产阶级的承诺 雅虎新闻报道 现任民主党国会议员 特雷莎 莱杰 菲尔南德斯 与共和党挑战者 香农 克拉西奇利奇 在新墨西哥州第三国会区展开角逐 莱杰 菲尔南德斯认为 高昂的生活成本 尤其是住房和医疗保健 是新墨西哥面临的最大问题 并致力于通过立法来帮助首次购房者 相比之下 克拉西奇利奇则认为 通货膨胀是首要问题 主张减少对企业的监管 以刺激经济增长 两位候选人都关注野火管理和气候变化 克拉西奇利奇对联邦政府的控制火灾措施表示质疑 而莱杰 菲尔南德斯则强调 需要确保安全的控制燃烧 以防止类似于2022年最大野火的悲剧重演 美联社进一步报道 副总统哈里斯在密歇根州和乔治亚州进行竞选活动 借助流行歌手利佐和乌舍尔的助阵 力求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强支持 哈里斯在底特律的活动中强调 选举已经来临 超过100万的密歇根居民 已经通过邮寄投票参与投票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民主党希望通过广泛的组织努力 提升哈里斯在与特朗普的竞选中的表现 美联社报道 德克萨斯州的路易斯维尔市和花普市 展现了投票者与潜在投票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路易斯维尔以其多元化的居民 和相对较低的投票率而闻名 而花普市则是一个富裕的白人社区 投票率高达78% 这两个城市的对比 反映出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尤其是在选民构成和投票行为上 路易斯维尔的居民中 约六成是非白人 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投票 而花普市则保持着 长期以来的共和党主导地位 尽管民主党人 希望通过提高投票率来缩小这个差距 但共和党则在努力 吸引那些偶尔投票的保守派选民 路易斯维尔的居民如布兰登 泰勒 尽管因犯罪记录无法投票 但仍试图说服女友支持特朗普 与此同时 花普市的前共和党人 马莎 麦肯齐 则因对特朗普的不满而脱离了党派 两地的投票行为和政治参与度 反映了德克萨斯州的变化 尽管共和党在该州的控制地位依然稳固 但随着人口的多样化 选民的支持也在不断变化 路易斯维尔的许多居民 因身份问题无法参与投票 外来移民的声音在政治中常常被忽视 这种情况下如何激励更多人参与投票 成为了未来政治的重要课题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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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